主料,豆瓣酱100克,手擀面200克,豆丹300克,主料,油,盐,大葱,红椒,葱,蒜,糖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准备好手擀面,豆丹,红椒,大葱,把红椒,大葱切成丝,蒜,姜切成末,锅烧热,入适量的油加入蒜,和姜,葱丝炒, 炒香,加入豆丹,放适量的料酒,白糖炒,放入了豆瓣酱炒一炒,最后放入大葱,红椒炒到八成熟,放盐,内心,胡椒粉炒匀,蒸出备用,锅中加入水烧开,放入面条煮到八成熟拉出,把面条装入奶中加入炒好的豆丹,烹饪技巧,豆瓣酱是咸的,也要上饭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